我最愛的英雄終於降臨傳說了 我開心死了 就是這個卡瑞茲 那我問的是一個做一個拔錢分SS的王者專精的鬼谷子的玩家呢 這裡呢直接在傳說排位賽實戰 簡直那天啊這個英雄 那再加上這個全新的來告訴大家 這個英雄到底怎麼把它完成一個T0的角色 好好享受吧各位小兄弟 所以對面呢很強勢前夕的這個艾瑞入野還有這個洛克不慫 直接二技能把它圈起來兩個都收掉拿到First Blood 瞬移的不用繳啊 這裡看到對面這個圖倫能收掉嗎 閃現過去直接把它控制住直接圈起來收掉 這裡有一個洛克又想入野最遠距離勾過來 一技能出發被動把他人圖直接收掉 這裡看到對面這個圖倫艾瑞直接我們二技能把它勾過來大招 這個時候剛好可以升級再拿一個大招隱形 再把它直接圈過來把他人圖直接收掉 這裡看到對面洛克 把他勾過來之後他想開大已經來不及再把他人圖又收掉一個啊 圈一圈 又是一個前期的強勢角 可是沒所謂還是把你收下來這個蝙蝠俠 這裡還有一個這個洛克一個二技能過去把他人圖直接收到 拿到一個Double Cue 那窩窩叫大家不用學費 可是請在下方現在點個讚喔大家 你的小小的點讚對窩窩來說是最大的支持 對就是你喔小兄弟 本節目沒有人贊助播出 Hi everyone,我是matt team的窩窩 這次帶來的是窩窩很高興玩的這個英雄 就是這個卡瑞,為什麼呢? 因為窩窩在這個傳說呢 雖然這個星球是新角色 可是窩窩在王者榮耀裡面已經把這個角色呢 玩到他去怎麼一個地步就是 基本上我頭兩個在王者上S的這個賽季 都是主要用鬼谷制這個英雄 一開始蝙蝠俠這個小兄弟 誒說強一點 誒這個感覺有一點火藥味啊 沒所謂 那我們就這一把就強一點啊 那這個英雄呢 其實真的 怎麼說呢 都 都期待了他很久啊 這個英雄 窩窩已經 那 有很多心得呢 就已經 怎麼說呢 呃 很多可以不嘗試的告訴大家了 比起 很多小兄弟可能就 呃 可能剛接觸這個英雄 那其實窩窩這英雄已經接觸了超久了 真的超久了 大概有 真的很久 那這裡我們 一開始呢直接圈不用怕 不用怕 真的直接圈啊 你用卡瑞茲那句話不用慫啊 這個英雄 那這個英雄不像是你玩什麼提米啊 這種啊 這個英雄 或者是這個 呃 佩娜這種英雄啊 去養肥自家射手 這英雄絕對不是 那反倒的說這英雄呢 你要玩好他的話呢 你這個原本呢打野的概念要有 就是原本你要很會 玩打野的一個小兄弟 要是 那如果你不會打野的話 原本那也沒所謂 娃娃呢也會盡量幫你啊 這個 英雄也是可以玩得很厲害 這裡我們把這 兔子先勾過來啊 想說呢沒有這時候沒有跟過來就有點可惜 那如果跟得過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下路有跟過來的話 這個兔子剛剛絕對可以被壓了這個 三層血量以下 甚至乎呢是會被收掉了 因為呢我們還有銀咒感過來 那這個英雄呢 你要出這個 輔助裝 要出什麼輔助裝呢 我多的推薦 有兩個 進化的話盡量就很看對面陣容 那所以這裡就不說進化 因為進化通常對面有貂蟬這種英雄 你才要去出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出什麼英雄 出什麼輔助裝呢 出綠色的 連用之戒或者是出盾 因為呢這英雄很需要你去把這個跑速提升 這裡我們直接有最遠距離勾 大家要記得玩這英雄 你這個圈子 圈圈喔 二技能這個圈子啊 把他圈過來是圈到自己的 這個中心位置 那所以我們出裝剛剛一開始 出輔助裝呢 戒指或者是這個盾 這兩個輔助裝 那海神的話呢 呃 呃 比較少出啦 比較少出 那我們這把先出鞋子 先出鞋子 那這裡先把對面艾瑞呢 先收掉 那玩到這英雄 剛剛看到 有這個玩這個輔助紙 卡瑞茲 卡瑞茲 沒有在慫的 因為這個英雄不能慫的 就是靠你去開團的 這個英雄拿來開團的 啊 所以呢 完全不能夠慫 那 抓不抓得掉自己 掉人頭也是沒所謂 啊 最重要的是如果抓得掉 哇 對面整個一波大節奏 啊 所以 啊 這英雄大家又很要很會去抓人啊 你如果有玩過 也有一個英雄 大家不知道猜不猜到 啊 給3秒大家猜一下 如果那英雄你玩過的話 你應該 玩卡瑞茲的這個 上手不要輕鬆 啊 3 2 1 啊 對就是這個 閃電俠 這裡我們直接2閃 啊 然後再加一個 一技能加速 啊 對面這個 啊 勾過來 那可惜的是 啊 這個 對我的跑速呢 不夠我們來 啊 那沒所謂 我們這裡呢 也做到一個 呃 2換3 那這裡呢 剛剛說到的這個英雄呢 你的這個大招呢 就 呃 需要 很好的一個 時間點來用 不要 冒冒然的去使用 大招什麼時候用呢 啊 就是你覺得一波團隊員 哇這個機會啊 真的要抓啊 全部怎麼聚集 聚集在一起啊 然後呢 我們又 呃 隊友在附近馬上加速 大招是可以引擎 再加上可以加速 那這裡你看到艾瑞來亂了啊 這個 我們呢 把他勾回來 我們的這個塔內 然後使用我們的克里希 要把他消耗一波血量 那 艾瑞這個英雄呢 這裡順便說一下 他怕什麼英雄啊 他怕遠程消耗的 又勾 把對面這個 洛克勾過來 啊 大招隊友把他收掉 你知道嗎 除了把他勾過來以外 我們二技能還是控制啊 這技能還是 還是控制技能啊 勾過來之後 他會暈眩啊 他動不了 所以這個英雄你要 你玩得好 我有沒有會不會 BAN啊這個英雄 我覺得很多 應該很多 小兄弟會把他BAN 可是在嗚嗚看來 如果 會玩的人的話 就是會玩的這個 呃 卡瑞茲的話 是可以比這個 亥亞或者 呃 井 又甚至是其他很多 輔助都值得去需要去BAN 的一個英雄 那這裡隊友好不留情 啊 艾瑞煩我直接一換一啊 我的隊友 這超猛的 直接就 全部大招灌上去啊 那這裡我們卡了一下 沒所謂啊 直接還是把對面這個 呃 呃 蝙蝠俠 這個二閃 把他人頭直接收掉 那 這裡再把 來GO 做到一個Double Kill 那 重要的是呢 這個英雄哦 你呃 怎麼玩他呢 你就是要去 呃 很事實很勇敢啊 這個就是一個心態 你要玩到他 就很勇敢去開團之類的 要不然的話 玩得很慫的話 就 失去了他整個的特色意義了 那這英雄呢 所以鞋子方面 哦 逼定的 逼定的 除非對面控制 控制是多到你覺得 哇 懷疑人生 要不然的話呢 鞋子出跑鞋 鞋子出跑鞋 或除非對面雙射手 這個狀態 那不然的話 出個跑鞋 會很好 那 因為 這個英雄 就是很吃跑速的 最吃跑速的 大概就是他了 這裡我們呢 欸 不要勾的這個 不要把最後一下打到這個艾瑞啊 因為 他吸著我們的這個 打野啊 不要增加傷害給自家打野 這是承受 等這個艾瑞大完了之後呢 才不斷的去使用我們技能啊 強化普攻之類的去 把他還速啊 然後呢 搭配隊友把他人都直接收掉 那 這一把呢 欸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說 這一把其實是 我玩在傳說啊 這正式登場這個英雄呢 我是第一把用 第一把來的喔 不過玩上去呢 感覺上呢 手感還蠻不錯 當然啦 跟 我在 王者裡玩那麼久的 當然有手感不一樣啦 那 不過沒所謂這裡 直接二三 把對面這個圖人 月塔收掉 那 只要你其實 知道這個英雄的機制怎麼玩的話 其實感覺像就是換了一個造型而已啊 所以手感方面沒有太大的 雖然還是要適應 不管沒什麼的 整個的這個思路觀念都在啊 所以看上去 你不太會覺得是 欸這個第一把玩嗎 什麼好像 之前就 玩過了啊 那其實感覺就是換了一個造型而已啦 那這裡呢 我們 就 使用這個大招隱形 然後看一下夠不夠這個艾瑞喔 那隊友沒有要打的話就 就算了 退了 可是這個時候哇這個蝙蝠俠蹲我們啊 不過也該慶幸啊 他蹲的是我們 而不是其他小兄弟 因為蹲我們的話 我們即便被收掉 那 是輔助啊 沒有那麼虧 所以大家有時候玩輔助的時候呢 這是通用的 這個通用的這個輔助的心得 就是你要很很勇敢去承受傷害啊 那不然的話你就 失去了這個輔助的這個意義啊 那除非你是玩 啊 提米提米也要去開一個團啊 那 不然的話呢 你玩輔助的話沒有人去承受傷害啊 那就不太好 那這裡我們剛剛的主動呢 發起這個Core啊 要去打這個 凱薩 因為看這個 戰況拖了有一點 久了一點啊 所以呢 要主動去 帶齊一些的這個節奏 所以呢 玩這個英雄還有 還有一個這個心得 就是你要很會帶節奏 知道什麼時候 該做什麼事情啊 然後這個時候 哦 對面BUFF重上了 這算時間哦 不是說你這個去 呃 去 啊這裡我們先把這個 勾過來 這個圖人 閃線把它勾過來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Corex有多厲害啊 這個控制 那剛剛說到的 啊 算BUFF時間呢 要自己去算 不要呢去 呃 依賴這個 呃 就是自家的這個 點他會有時間嘛 剩餘這個BUFF什麼時候重生 那如果你自己加的話 你還去 可以這麼做嘛 可是如果是 呃 對面的BUFF 你就要自己算時間了 啊 那所以呢 盡量的對面的BUFF 要盡量的去算這個時間點啊 什麼時候重生 那這裡我們刷到很多的助攻了 這裡 那直接把對面主堡拆掉 贏得讚好勝利 感謝收看 我是MATINGDOR 喜歡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訂閱點讚分享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